另外针对日前是有媒体发布调查报导显示 驻叙利亚的美军在当地进行非法小麦的运输活动 为了掩盖盗运行为 美军甚至是在沿路的检查站 逐一的盘查过路者的手机 防止照片流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 心里装的却是抢夺资源的算计 叙利亚曾经是小麦出口国 现在却有大约55%的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证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 心里装的是掠夺资源的算计 把人权挂在嘴边 却侵犯别国人民的生存权和生命权 声称要捍卫民主自由繁荣 实际上在不断地制造人道危机 美方应当切实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立即结束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 停止掠夺叙利亚国家资源 以实际行动弥补对叙利亚人民造成的伤害 感谢观看